Hello 大家好 莎姐 有個好消息 都是給基層的好消息 新世界設了自助口罩機 至於基層每星期可以免費拿5個 會在8間非牟利機構派發口罩卡 因為未避免人們拿口罩去炒賣 那你申請口罩卡就要實名登記 但那個卡內不會有任何國人資料 你就可以拿口罩卡每星期可以拿5個 我會在下面說明那裏 會留下8間非牟利機構 因為那個新聞沒有詳細說 怎樣才可以在8間拿到所謂的口罩卡 基層的定位就說中援戶 有工作需要的低級收入 而公司未能派發口罩的工作人員 然後所謂的弱勢社群 這個就很大範圍 我不知道莎姐算不算 因為畢竟都有情緒病 那你就可以根據我給你那8間 打去問一下究竟是怎樣的情況 因為報道沒有很詳細的報道 來到主軸幹 Yaku真是很黃 為什麼呢 當你在Yaku的網頁 在那裏 你就會看到 其實他一擊進去 他就說 質疑警員未戴口罩 何柏良料七天後放寬禁令 微乎其微 這個就是香港電台 但是呢 你按進去的連結 就是按CC東網 很奇怪 按CC東網的標題就是 他就說 郭靖政府執法不言 何柏良料七天後放寬禁令 微乎其微 其實他當中 東網只說了一句 就是 何柏良覺得 向電台表示 博愛醫院出現 懷疑院內感染 令人擔心 認為有關個案 及有關個案 及之前有警員確診 就不排除 涉及有人在醫院或公眾地方 未有佩戴口罩 強調口罩對飛沫有一定的作用 尤其是政府 應該強制在公眾地方一定要戴口罩 及將餐廳由銅色轉為外賣 當然他認為擠牙膏色實施沒什麼效 應該七天後重開禁制令微乎其微 整個事情就是這樣 他只是一個很事件性地說出 這件事 但是Yaku就把他說到 他質疑警員 執法時未戴口罩 為什麼他不質疑 許智峯 在當日 我們當時有條片 在當日對著警員 不停說話 不停說話的時候 他不戴口罩 當然大家很清楚 他戴了口罩 就沒有人知道他是許智峯 所以他死人都不戴口罩 而警員說 你先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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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戴 為什麼Yaku不說 許智峯 立法局議員許智峯 就是質疑許智峯沒有戴口罩 為什麼他不質疑呢 很神奇 好 另外口罩 這麼聚令的事情 又有另一條 陳淑莊議員 阿龍岩議員 就說了 政府可以多些宣傳避滿市民 有不必要的恐慌 他就說 當然他對他在酒吧一時 是說到 我開會而已 我是履行公務站 什麼什麼 但是 已經說明了 政府指 會議員 會議員 在會議外聚集 即使是履行議員的職務 都不能夠豁免 然後他就說 政府說得不清楚 令市民恐慌 現在誰是市民恐慌呢 大哥 你又不見我們會整四十人去聚會 我們四個都沒有 為什麼政府不多些宣傳 政府怎麼宣傳呢 要宣傳多久呢 這個是特事特辦 就不是宣傳不宣傳 更何況 為什麼我們這麼多市民 都沒有犯這個問題 而你作為立法局議員 作為大長 是會犯這些錯誤呢 你要知道我們不明白 我們可以打電話去問誰呢 我們可以問什麼的人呢 我們不是律師 我們不是什麼 你看 難聽這些講句 你看特首說那麼多 我們都可以看特首說那麼多 為什麼我們明白 你不明白呢 是不是你的智力有問題呢 如果你智力有問題 還是因為過了一顆樓 所以智力下降了 那你是不是應該想一下 你是否還有這個能力去履行 你立法局議員的職務呢 第二 你是可以很多渠道可以拿到資訊 你甚至去特首面前跟特首說 究竟你現在是怎樣的 你不需要好像我們 我們都要看著那個電視究竟是怎樣的 在這裡猜猜猜猜 但是你是可以直接找特首 甚至找林鄭月娥特首 或者找一些那些 陳肇始什麼的官員 你是直接可以問清楚的 那為什麼你不做 那關我什麼事呢 等於美國 他不做防疫 那關人家什麼事呢 中國已經告訴你 你自己不去做事 你不去reprepare 你不去問 那關我什麼事 是不是 我覺得他是很有問題 那我覺得政府是應該要追究他 因為他作為一個議員 現在大家在抗疫得這麼辛苦的時候 他作為議員 他不是帶領大家去避免多些聚會 而他是分家聚會的風險 還要騷擾到別人 那是不是應該檢控他呢 其他聚會的人我不知道 他說他沒有喝酒 但是他其他聚會的人有沒有喝酒呢 那是不是犯了這個條例呢 那你酒吧黑黑落半集 或者食屎落半集 就可以任人聚集的話 那對其他食屎很不公平 那我覺得 正如剛才所說 何柏良這樣說 我不知道何柏良他有沒有特別意義 或者他爭職位 那我自己就會覺得 如果有人跟你說 袁國勇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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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你就不如跟他答 告訴別人 袁國勇那些信不通 你不如信一下何柏良 因為我覺得何柏良 不管他政治背景 他是正常人很多的 他真的說一些 最少是大家認可正常人說的 那 何柏良說過的 其實 我也很同意的 不如這樣吧 食屎 所有賣食的地方 他都只可以外賣 不可以唐食 那 利益申報 其實我是不喜歡這樣做的 我是不喜歡這樣做的 因為 在於我來說 我不是經常吃飯的 我沒有發興 我通常吃粉麵多 濕濕的粉麵多 因為比較容易燒 好胃口 尤其最近胃口不好 如果粉麵的 我住在山卡拉的地方 我把粉麵拿回家 其實已經是吸水了 所以在於我個人來說 我是不喜歡拿回家吃的 但是 如果這個是為了疫情好的話 我不介意 最多捱麵包 或者 硬撐飯 真的我不介意 因為這個是為了疫情好 所以我覺得 政府真的可以幫助 在這段時間 到四月底 都還要做外賣 而且我覺得 這個不僅是保障市民 亦都保障在餐廳裡清潔的員工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 擦桌子 替你收東西 洗碗 遮遮 它是很容易接觸到的 所以你說 有手套 但大家知道 其實手套 有時候會更加容易傳染 如果我們只是做外賣 不單止對市民 也對一班這樣的員工 保障了 因為他們可能不需要再做清潔的工作 除了擦一下地 第一次擦桌子 他不用做清潔的工作 他專心只負責配食物 而真的負責煮食物 就是那幾個員工 其他就是負責配食物 所以不需要接觸到 客人的口水 分泌物 對他們的保障 亦是好很多 這次講到這裏 大家就譴責陳淑莊 亦都給多些聲音 政府聽到我們現在是不滿的 當我們全城在抗疫的時候 而這些人還在增加我們負擔的時候 我們是異常不滿的 給政府多些壓力 這次就講到這裏 拜拜